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消失的女人》剧情上面可以说是设计的非常独到 从电影的开始,主角家庭婚姻的破裂 自己独自带着孩子,每天忙碌于家庭与工作 幸好家里面还有保姆,每天帮忙照顾孩子 虽然保姆不怎么会说话,但是对待孩子还是非常用心的 故事是怎么样继续发展的呢 在医院上班的前夫,突然之间想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所以女主就和前夫上了法庭 可是事情走时或不担心 女主回到家之后,发现孩子和保姆都不见了 可是女主也不敢报警,如果是自己弄丢了孩子 那么抚养权便再也要不回来了 于是便顺着保姆留下的家庭住址,找到了保姆的家里 可是到了才发现,保姆留下来的地址和姓名都是假的 女主便只能开持了疯狂的搜索 在找到保姆之前上班的一家美容院 终于在一个陌生男子的帮助下,找到了保姆在乡下的住址 原来保姆是被卖到韩国当媳妇的 婆婆和丈夫只是拿保姆当一个生男孩的工具 在保姆生下第一个女孩时,正巧主角也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当时保姆的孩子患有肝炎,家里人不给治病,说是听天由命 所以保姆便带着自己的孩子跑出了那个家 来到了和主角同一个医院里,可是医院床位紧缺 为了给自己的老婆孩子,作为医院医生的丈夫 把保姆和他的孩子赶出了医院 保姆看着自己的孩子在自己怀里死去 于是,几经波折来到了女主的家里当上了保姆 但是摩哀的光辉,让她没有做出出口的事情 只是想带着女主的孩子回到家乡 在影片的最后,女主赶上了将要开往远方的船 而保姆也知道自己的计划全部落空了 便自己一个人跳入冰冷的大海中 面对伸过来的手也没有握住 只是拿走了一块手帕,渐渐的沉入水底 影片可以说是反转非常的大 将一个原本是坏人的形象 塑造成一个可怜无助的被拐卖妇女的一个形象 让人恨不起来 而且在影片的人物关系之中 保姆始终都是处于一个独立的形象中 看上去前一后果和她都没有关系 可是少了这个角色,影片又没有特色 而且在影片的最后,也没有让保姆做出一些坏事 始终都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在做一个坏人 所以间接之中也表现出影片的主题 那就是母爱的伟大 无论是从悬疑方面,还是影片的故事情节方面 消失的女人都是一部非常有看点的影片 而且镜头的顶级上面也是处理的非常好的 像保姆把自己死去的孩子放入女主家里的冰箱的镜头一般 环境氛围等处理的非常周到 也展现出来了电影团队的强大 从一个坏人的点出发,间接映尚出母性的光辉 这是消失的女人这部影片最成功的点 悬疑之中还能够看到社会的正能量 值得一看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